接下来来跟进雪龙大治水的新进展 那今天至少是有好消息的 那因为发生水源污染等问题 而面临断水情况的雪龙1292个地区 今天开始逐步恢复水供 截至下午6点已经有841个地区恢复水供 整体水供恢复进度达65% 那对于这次的断水 雪州总警长诺阿詹也表示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罪 开档调查最新这宗雪兰鹅河污染事件 但由于目前人处于早期阶段 警方需要把河水的样本 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之后 才能够鉴定河流中的污染物质 尽管多方面都在极力解决 这次的治水问题 但对于不断被治水困扰的民众来说 怒气依旧难消 治水梦魇阴魂不散 水州沙亚南一带的居民 今天一大早就提着各式各样的容器 赶到临近的水桥车 取排队取水 无奈的民众面对一再上演的断水情况 早已身心疲惫 那尽管这一次水功恢复的比较快 但民众的容忍度已经达到极限 直言希望当局善用科技 找出更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案 usted发生了 就会隔开放 因为有多少艘员 可以把人灭开 干脆的民众 因为他们不是一两 一些藤士尼迪 需要找一类学 他们不必能利用 尽管的名设 可能都有一个新型典型 他需要纸学 做一个研究 是真的 确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